一刀落下 肉贩忙着剁油激活熏机 摊位上熟食肌肉装好一盒又一盒 就等客人看上眼了带回家 此刻肌肉价格虽然看好 不过肉贩却透露隐忧 每天都在涨 对啊 它现在都在涨 每天都在涨 因为它涨不到肌了 它没有饲料 然后有的肌肉都不痒 蛋黄才告一段落 难道下一个缺的会是 肌肉吗 前进第一线市场观察 白肉鸡价格有上扬的气氛 从后端宰杀出售 回溯到产地的幼鸡 价格都在纯动 饲料价格上涨带动机制价格 加上天气状况转去温暖变热 这些都是鸡农与肉贩 忧心影响肌肉产出的原因 供应量绝对充足 那这一个跟肌肉市场价格 我想是两件事情 我们会全力的来稳定 饲料价格 只要饲料价格稳定 那我想容易续产品 尤其是续产品的价格 就会更稳定 那肌肉价格的部分 我想它反映的是一个成本 上涨的这个情形 养鸡卖鸡的一边观望 一边窜来淡 不过同一时间也传出 蒜头价格波动 农委会直指这是不实消息 影响云林算价 农粮署已经出手监控 要把价格hold在合理范围 3015台中彰化 综合播导